同学们好 我们开始学习第21章 外币折算 那这一章两块内容 一个是有外币业务的企业 如何来进行核算 另外一块就是在境外有子公司 我们需要编制合并报表 那要将境外子公司的报表折算成人民币 再合并如何来进行折算 这一章考试分数两分左右相对来说不太重要 那近三年主要的考点也就是在外币财务报表折算这一块 我们这一章学习时要关注的主要问题 一个说接受外币资本投资的会计处理 第二 资产负债表日货币性项目的折算 和非货币性项目的折算 第三是外币财务报表折算 前面也说了这一块考试概率比较高 当然这一章也可以和借款费用等章节结合出大题的 教材内容基本没有变化 外币折算这一章一共是有三节内容 第一节记账本位币的确定 第二节外币交易的会计处理 第三节外币财务报表折算 我们先看第一节记账本位币的确定 在这一节里会介绍四个大的问题 第一个记账本位币的定义 第二个企业记账本位币的确定 第三个问题 境外经营记账本位币的确定 第四记账本位币变更的会计处理 我们先看第一个大的问题 记账本位币的定义 在一个企业里如果涉及多个币种了 比如说有人民币 有美元有欧元 那如何反映这个企业的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现金流量方面的信息 在处理时 有统帐制分帐制之说 分帐制也就是 平时发生不管是什么样币种的业务 只是以这个币种本身进行记录 你比如说美元 我直接就记录美元增加减少的情况 平时不把它折算成一个统一的币种 等编报表时再把它折算成人民币 这叫分帐制 你要银行有外币的采取的就这样一种方式 我们教材设计的不是这种情形 用的是一个统帐制 平时发生的外币的业务 就把它折算一个统一的币种来反映 比如说 应收美国某公司100万美元 那我们在进行处理的时候 100万美元要反映 同时还要把它按照一定的方式 折算成记账本位币 加净说记账本位币是人民币 比如折算成人民币650万 那你应收账款 平时记录时100万美元反映 折算成人民币650万也要反映 这个统一的币种 就叫记账本位币 所以说是企业经营所出主要经济环境中的货币 那一般来讲在我们境内 一个企业主要经济环境 用的当然都是人民币 所以我们说原则上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但是假如说这个企业主要经济活动 进行一些结算 或者涉及到的业务 主要以美元来进行反映的 那也可以采用人民币以外的币种 比如说美元作为记账本位币 所以接下来第二个大的问题 就是记账本位币的确定 我们怎么定 原则上是人民币 但是讲业务收支 以人民币以外货币为主的企业 可以选定人民币以外的一个币种 作为记账本位币 但是编报货币一定是人民币 报表上 你不可以以人民币以外的币种来反映 那也就是说 记账本位币选择 可以选择人民币以外的币种 但是编报货币 必须人民币 会计上所谈到的外币 是针对记账本位币而言的 如果记账本位币选择的是美元 那在这个企业里面 以人民币计价和结算的业务 也算外币业务 再有呢 我们谈外币时 一般不要说外国货币 你比如说 欧元是哪国货币 欧洲国还没成立 那港币能说外国货币吗 港币要说外国货币犯政治错误 因此有关法规里面就谈 人民币以外的币种 这就比较严谨了 我们会计核算上的外币 记账本位币以外的币种 下一个问题 怎么选择记账本位币 就是你选定记账本位币 要考虑哪些方面的因素 还是围绕着记账本位币的概念 主要经济环境中用的币种 我们主要经济环境是什么用 有销售业务 有购货业务 有生产加工 有融资 然后看你经营保管的主要币种是哪个 不就这么几个方面吗 因此看一看这里所说的 第一个 该货币主要影响商品和劳务的销售价格 通常以该货币进行商品和劳务的计价及结算 你比如说 销售商品或者提供劳务 计价结算是主要是美元的 那你可以选择美元作为记账本位币 这是销售业务 再看第二个 该货币主要影响商品和劳务所需人工材料和其他费用 这与购货业务相关 与生产过程相关 劳务吗 那也可以以这种货币作为记账本位币 第三融资活动获得的货币 比如说 接受了大量的美元的投资 这不融资活动获得的吗 保存从经营活动中收取款项所使用的 你经营活动收取的 也大部分都是美元 你可以选择美元作为记账本位币 因此简单来说我们在考虑的时候 销货购货相关的或者生产 另外融资经营保管这么几个方面 这就是体现一个主要经济环境 当然记账本位币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 它本身也是一个会计政策的问题 会计政策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 是不是就不能变 不是 当主要经济环境发生改变了 记账本位币也是可以变更的 就是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 不是说不得变更 随意不行 好 看第三个大的问题 境外经营记账本位币的确定 好 下面看第三个大的问题 境外经营记账本位币的确定 那一个是境外经营含义 什么是境外经营 当集团在境外有子公司 那肯定属于境外经营 这种情形是要编合并财务报表的 我们重点掌握的是这样的一种情形 就是境外的子公司 那些合营企业 境外的联营企业分支机构 都是 在境内的子公司合营企业 联营企业分支机构 如果采用不同于企业记账本位币的 我们说也视同境外经营 大家知道一下这事就行 下一个问题 境外经营记账本位币如何确定 那主要就是要考虑 境外经营的 比如说子公司 看一下跟母公司之间的关系 如果说要依赖于母公司的 或者主要的一些业务 也跟母公司 进行结算的 那你要考虑 和母公司记账本位币一致 否则的话 你就考虑自己的事 自己的业务就是销售业务 购货业务 或者生产 以及融资进行保管 那具体来看 企业选定境外经营的记账本位币 还应当考虑下的因素 前面的当然是要进行考虑的 还要考虑什么 下面的几种情况 就是要看跟母公司的关系 是否紧密 一 境外经营对其所从事的活动 是否拥有很强的自主性 如果从事的活动完全是自主的 那就自己选呗 你母公司这边没什么关系 自己来决定 要是所从事的活动 没有很强自主性 都是依赖于母公司 那好了 就跟母公司的一样 第二 境外经营活动中与企业的交易 是否在境外经营活动中占有较大比重 假如大量的交易 都跟母公司大交道 那就跟母公司一样 如果交易跟母公司基本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自己选 第三 境外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是否直接影响企业的现金流量 是否可以随时会回 那如果说影响到了母公司这一边的 那你就跟母公司一样 第四 境外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是否足以偿还其现有的债务和可预期的债务 假如说境外经营这边 还不了钱了就找母公司 那就考虑跟母公司记账本位币一致呗 你自己能还自己选 所以原则确定记账本位币 还是前面所谈到的销货业务 购货业务及生产活动 另外融资经营保管 除此之外 再看一看跟母公司之间的关系 2007年考试一个多选题 境外经营的子公司在选择确定记账本位币时 应当考虑的因素有 这一般的说考虑什么因素 你只要看着不是特别不顺眼 紧量的往上选 如果是多选题 当说考虑什么什么因素 四个选项三个选项都拿得准 一个呢又拿不准 又像 那就把它选上 因为一般的说考虑什么因素 拐弯模的角度能考虑到 就除非看着特别不顺眼 多选题呢 我说是这样的 但是要单选题 你可别全选上 A 境外经营所在地货币管制状况 那我们要考虑啊 就是你货币是否可以随时会回 我们要考虑这个问题 B 与母公司交易占期交易总量的比重 说了大量交易跟母公司一样的选择跟母公司一致 当然要考虑 C 境外经营所产生的现金流量 是否直接影响母公司的现金流量 那不也说了吗 前面 影响母公司现金流量很大 跟母公司一致 D 境外经营所产生的现金流量 是否足以偿还现有即可预期的债务 那还不了就找母公司 那就跟母公司一致 要考虑 一相对于境内母公司 其经营活动是否拥有很强的自主性 你要有很强自主性自己选去 不是很强的依赖于母公司跟母公司一致 那都要考虑 第四个问题 记账本位币变更的会计处理 当一个企业主要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了 记账本位币不是不可以变更 比如说以前 大量的业务都是人民币计价和结算 那现在转为 美元计价和结算的业务比较多了 可以将 记账本位币由人民币改成美元 所以说不得随意变更 但是是可以变 那变了怎么办 如何来进行处理 我们现在要求 要将所有项目 比如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 等这些报表 所有项目 都要采用变更当日的积极汇率来折算 资产负债表上 我们不再区分货币性项目非货币性项目了 所有项目采用变更当日这一天的积极汇率来折 那以前要是以人民币 作为记账本位币的 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的权益 现在用变更当日积极汇率折算成美元 都用一个积极汇率 当然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的权益 所以它就不会产生一个差额的问题 不产生汇率差额 这个概念我们要有 因为以前没有规定的时候 当时只是考虑货币性项目 按照变更当日汇率折了 非货币项目没折 没折就出问题了 就出差额 现在不是所有项目都折 这也是一个概念 所以现在不会产生汇率差额 下面看第二节 外币交易的会计处理 在这一节里会讲三个 大的问题 一个是外币交易的核算程序 第二个问题 积极汇率和积极汇率的近似汇率 第三个问题 外币交易的会计处理 我们先看第一个 外币交易的核算程序 什么是外币交易 就是以外币计价或者结算的交易 刚刚说过 会计上谈外币 是针对计账本位币而言的 不说过吗 要是美元作为计账本位币了 那以人民币计价 结算的业务都算外币 外币交易内容 比如说我们买入外币 卖出外币 外币交易 买卖外币 现在我们限制的也不是很严格了 比如说人民币是记账本位币 我们要是从银行买入美元 或者把欧元卖给银行 买入卖出 这肯定算外币交易 那以外币计价结算的一些业务 比如销售业务 购入业务 购货业务都算 向每个某公司销售商品 形成应收占款200万美元 外币业务 从法国购入货物 应付500万欧元外币业务 从世界银行 借来200万美元外币业务 所以这些都是 以外币计价或者结算的业务 那属于外币交易 那第二个问题 外币核算的基本程序 我们书上谈到的外币核算 是对统胀制这种情况 发生的外币业务 当然要反映原币 比如这个外币业务是什么币种 那一定要反映 这是必须的 你说应收美国某公司100万美元 我100万美元没反映 结果过了一段时间 说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 现在6.6 我不要 我不管你100万美元 你给我660万人民币 不是这个概念 外币必须反映 那统胀制要求发生外币业务的时候 还要把它折算成记账本位币 好了 我后面没有特别说明 假定记账本位币都是人民币的 那本来我们考试的时候 要真的出大的题目 记账本位币应该就是人民币 你说他真要出成记账本位币是美元 如果出完了网上再有一些议论 这人怎么回事 他心里会不舒服的 出成人民币没问题 本身 绝大部分企业 记账本位币 那都是人民币 那下面核算程序 一个 发生外币业务了 我们要把这项业务双重币值记录 要反映原币 还要反映折算的记账本位币人民币 比如像刚才说 你要真的应收美国某公司100万美元 假如交易发生日的积极汇率 就是当天外汇排价中间价 因为后面会单独谈这个大的问题 把它折算成人民币 说获积极汇率的进次汇率 一般不怎么鼓励 现在网络很发达 你想查积极汇率没有问题 甚至你可以看到汇率在这一天里面 也是老是在不断的波动 那要体现一个双重币值记录 第二个期末 将所有外币货币性项目的外币余额 按照期末积极汇率 折算为记账本位币金额 并与原记账本位币的金额相比较 差额即为汇兑差额 汇兑差额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这样来想 同样的外币 由于汇率的变动 在不同的点 折算的人民币数就不一样 我想这个不难理解 比如说 在2016年的1月1号 你有100万美元 假定当时的汇率是6.4 你可能会想 现在呢 差不多有640万人民币 那如果说 到2016年 3月31号 假定汇率6.6 那你会想什么 还是100万美元 汇率现在变成6.6 你会怎么想 值多少了 660万 所以你看同样的外币 在不同的点上 由于汇率变动 折算的记账本位币数就不一样 这就叫汇率差额 那这个汇率差额 可能有的体现的是一种收益的概念 汇率收益 也有可能是损失的概念 事项 你要是有外币资产 比如美元 100万美元 那当人民币一贬值 那你会感觉形成一定的收益啊 原来640现在变成660 什么概念 所以现在 大家可能也看到一些报道出现一种状况 就是在16年 第一季度 有的一些人员的说 哎呀 是不是人民币要贬值啊 又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说法 比如说由6.3级4级到6.5级6.6 都到这种程度 我讲课这个时候呢 现在6.5级 那其实 当然国家也会采取一些措施 或者不采取一些措施 可能也不是说人民币就贬值很多 那当时人贬值 他就想换 换完之后就会怎么想 比如换的时候 6.5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要7 那他不就高兴了吗 那过了一段时间 一看不是那么贵 是要变成6.4呢 那他就生损失了 这不就是一些汇率差额的概念 我们的做法就是 对于呢 外币的现金 外币的存款 外币的应收应付 后面会说 这属于货币性项目 都要双重币值记录 比如说有银行存款美元 我们在核算时到期末 先要算出美元有多少余额 然后把这个余额乘以 期末这一天 假定期末是3月31号 乘以期末这一天的积极汇率 比如说6.6 那就折算成 记账本位币的余额了 3月31号 人民币的余额 那这个数字 和正常核算的 那你银行存款 平时有期术数 也有增加 有减少 都是双重币值记录的 和你证实平时核算的 记账本位币的余额 就不一致了 那这个就叫汇兑差额 后面都会具体进行说明的 那下面看一看 就期末汇兑差额 计算的一种思路 怎么算 首先先算出 外币账户的期末 外币的余额 这个外币账户呢 实际上就要双重币值记录的 外币现金 外币存款 外币应收应付 外币的一些借款 这些都属于外币的 先算出外币余额 那这个外币数的计算 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算期末数 都是期出加增加减减少吗 也就是说期出外币的余额 加上本期增加外币的发生额 减去本期减少的外币发生额 算出来了 那期末 调整后的记账本位比余额 就用期末的外币余额 乘以期末这一天的记期汇率 比如说3月31号 而记期汇率6.6 那就乘以6.6了 下面一个就是汇率差额了 期末应有的记账本位比余额 实际上就是调整后记账本位比余额 你再减去调整前记账本位比余额 形成的就是一个汇率差额 那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 结算外币 货币性项目 所谓结算呢 是债权的收回 债务的偿还 这叫结算 被结算的债权债务 那这个账户呢 要用原来已有的汇率去充填 就反映原来账上已有的 我们结算时要用货币 比如银行存款 外币银行存款 不管增加还是减少 都要用当天的G7汇率去反映 那现在出现一个什么问题 比如说应收账款收回 应收账款原来这一笔汇率是6.5来反映的 而收回这笔应收账款的汇率6.6 银行存款增加数 要用收回应收账款外币乘以6.6 而应收账款减少用原来账上已有的6.5 这不就不一致了吗 出现了汇率差额 这个差额一般寄到财务费用汇率差额里面去 但也有这么一个提示 结算符合资本化条件外币应付利息这个科目 产生汇率差额 你要符合资本化条件记载进工程 我想大家还有印象 就在借款费用那一章 涉及到有一个应付利息结算 那就把它记载进工程了 那不是应付利息向应收账款的结算 应付账款的结算 这一些肯定是财务费用 这叫结算 债权的收回 债务的偿还 把它叫结算 我们看第二个大的问题 极其汇率和极其汇率的近似汇率 极其汇率的概念通常是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 当日人民币外汇排价的中间价 我们现在公布的时候 以人民币就本国货币以外的币种 唯一基准单位折算成本国货币的做法 世界绝大部分国家都是采取这种标价的方式 美国英国出外 它是将本国货币折算成别国货币 这没什么大大的关系 不过多探讨 然后现在标价有买入价卖出价 买入价卖出价是站在银行的角度 所以这点要明确 这块说的买入价卖出价 不是站在你企业的角度 它呢是站在银行的角度 银行买入还是卖出 这必须明确 比如说 如果企业把100万美元卖给银行 那银行是买入 给你660万人民币 反过来 要是从银行去买100万美元 那银行是卖出美元了 你要给银行670万 按照这种标价的方式 卖出价的数字比买入价一定要大 这没有任何问题 银行要赚这个差价 这一块的买入价的 标的肯定不是现钞买入价 如果你要是把现钞 给银行去了 那银行它有一个现钞买入价 比这数字还要小 所以有些人说 出国了 有些外币现钞 然后就找说我不卖给银行 卖给银行太亏 就找什么呢 找谁需要的 然后说咱们都赚点吧 按照中间价这一天的就成交了 这事是有的 买入价卖出价 买入外币卖出外币的价格 中间价一美元等于6.65 就是继续汇率 当天外汇排价的中间价 这么个事情 那同样 假如说你到境外消费刷卡 你刷卡刷的是人民币 不论你买的是美元的话 美元的东西 但你折换成人民币呢 按照什么价啊 站在银行的角度 它相当于卖出去了 它要卖给你美元 按照外出价 一定是这样 有一件事情我要说一下 我想我们可能有一些同学 去过香港 去香港买东西的时候呢 有时刷银联卡 有的说我有Visa卡 说你看我的高级Visa卡 你要刷银联卡 港币跟人民币一次性的折了 如果你说Visa卡 先把港币换成美元 美元再给你倒腾成人民币 那亏啊 所以除非你说刷Visa卡 人家再给你点什么额外的好处 说啊你刷Visa卡 我再给你95折或者多少折 你算一算 否则的话 这次要慎重 那折算的程序越多 那肯定银行赚的越多 你又亏啊 都要清楚 买入价卖出价是站在银行这个角度 那中年价 这里面就是 当天外汇排价的中间 这叫积极汇率 然后说积极汇率的近似汇率 它呢是指按照系统合理的方法确定的 与交易发生是积极汇率近似的 那你可以采用当期平均汇率或价权平均汇率等 这个汇率什么时候可能会用到也就是境外有子公司 需要把子公司的报表 比如说利润表上的一些项目折算成人民币 理论上呢 也可以说像那些收入哪天发生到哪天的积极汇率去折 但一般也是说可以采用一个平均的 那叫与交易发生是积极汇率近似的汇率 而是可以的 不一般的考试题目 要不是外币报表折算时 往往都是按当天积极汇率来进行反应 那下面我们看第三个大的问题 外币交易的会计处理 第一个初始确认 有外币的现在说的是同账制 双重币值记录 那外币交易在开始发生时初始确认时 就要按照交易发生日的机器汇率 把它折算成记账本位币金额 要双重币值记录 比如你银行存款增加了 是美元 美元要反应 折算它人民币也要反应 当然初始确认时 也可以采用按照系统合理方法确定的 说与交易发生日积极汇率的近似汇率 不是不可以 是可以的 看一下教材的例21-2 发生的是一项 奢购固定资产的交易 这样一项业务 以股份有限公司的记账本位币为人民币 对外币交易采用交易日的机器汇率 就是你要从国外购进的货物 海关要开增值税发票 那你要把钱当然要支付给海关 那也会有增值税的问题 款项尚未支付 增值税以银行存款支付 看一下相关的会计处理 奢购的固定资产 那应付账款应该是要双重币值记录的 其实我们书上写的分路并不是很好 在应付账款里面 你说这一块的25万美元 在应付账款的账上 明细账上要不要反映它 那一定得反映 你不反映到说还人件怎么还呢 你说我到时候就把它还成190万人民币 那可能吗 不是的 这个真的要双重币值记录 固定资产的不用 固定资产金额一旦形成 折算成人民币了以后 不再改变 就以这个数字为基础 替折就去 我们看固定资产里面 25万乘以7.6 190万 从海关取得增值税发票 我们把钱给付了 作为迹象水格抵扣 买固定资产 当然作为迹象水格抵扣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迹象水格 32万3千 那这个已经付了 代银行存款32万3千 这就是外币交易 说的是应付账款 外币现金 外币存款 外币借款 外币应收应付 这些都要双重币值记录的 但是你固定资产 没有必要双重币值 说固定资产也反映25万美元 以后提折就25万美元 哪有这事了 190万 以后以190万为基础 各期提折就 就行了 那接下来的一个概念 企业收到投资者 以外币投入的资本 接受外币资本投资 如何来进行核算 按照现行的准则 接受外币资本投资 就是采用交易发生日的 积极汇率来折 而这一天的汇率是多少 按照多少来反映 那银行存款是这一天的汇率 如果第一次接受外币资本投资 都反映到释收资本了 也是这一天的汇率 叫做采用交易发生日的 G7汇率来折 不得采用合同约定汇率 和G7汇率的近次汇率折算 不允许用它们 在现行准则之前 那当时有一段事情就比较乱 曾经出现过什么问题呢 比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 成立的一些合资经营企业 我们八十年代初 最早的一美元折算成人民币 1.8 过了一段时间变成三点几 然后五点几 后面到八点几 黑市上当时9495的时候 在美国 中餐馆说欢迎 用人民币结算一笔十 到过这种情况 后来我们慢慢回到了 比如说六 六点几 这样 所以当时出现什么样的情形呢 那有的外商 原来告诉说 投进多少美元 谈判时当时汇率呢 是三点几 结果钱没投进来 后面要投进的时候 就变成五点几了 就人民币贬值 结果出的 有些外商说 那我不投那么多了 你想啊 原来是三点几 现在变成五点几 那我美元 我当然要少投了 你说合理不合理 我们有些人就让步说 是啊 现在人民币贬值了 人家的东西值钱了 还没投呢 少投点呗 就有这样的一些事情 后来发现 那这就乱套了 你到底要是什么汇率来投 我算呢 又提出 那不行了 合同约定汇率 因为当时考虑到呢 说我失收资本 将来好像失收资本记录的 折算成人民币的 因为有一个比率的问题 比如说各占50% 你投进这么多人民币 那美元投完了之后 老是按照什么变动的汇率去反映 最终折算的人民币数 那不是一千万 以中方一千万 那边不是一千万 怎么能体现各50%呢 就提出一个合同约定汇率 这都是一些历史 后面说那我是 要不然不行 按照合同 说也不合适 第一次投资的这些都有 都已经成为历史了 你现在想起来 没这个必要 那比如说 我们就是说中方投进600万 中方投进650万 然后你美方投入100万 各占50% 100万美元 中方投650万 我不用再管投资时 接受投资那点 汇率发生什么样的变动 你管它干什么 只要一到位 你100万美元到位了 这边650万人民币到位了 各占50% 管那100万折算成什么呢 就折算成660万人民币 有什么关系呢 比率这个事 干嘛要在实收资本里 说我那个人民币出比率 对得上呢 那不用 所以我们现在 接受外币资本投资 就是按照收到这一天 汇率去反映 并不会影响到投资 持股比例这种比重 比例不会改变 所以不会产生外币资本 折算差额 而原来的一些方式 那真的就有可能会产生 外币资本折算差额 这件事情 说的是这样一个问题 好 我们看一个单选题 某中外合资金融企业 注册资本 为400万美元 合同约定分两次投入 约定折算汇率 1比6.5 就是一美元折算成 人民币6.5 中外投资者分别于 2016年1月1号和3月1号 投入300万美元和100万美元 2016年1月1号 3月1号 3月31日 和12月31日 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分别为 1月1号的 那就6.2 3月1号的 那就6.25 3月31日的6.24 12月31日 6.3 加定该企业采用人民币 作为计账本位币 外币业务采用业务发生日的 继续汇率折算 该企业15年年末 资产负债表中 实收资本项目的金额 我们怎么进行计算 那就应该是 1月1号投进的300万 乘以6.2 3月1号投进的100万 创业率的25 就完了呗 算出的是2485 什么时间接受的投资 那就按照这一天的集气汇率 去进行反应 这节课是谈到了 外币交易 介绍一些概念 比如知道什么是 记账本位币 确定记账本位币 是要考虑什么样的因素 还有涉及到的外币的交易 如何来进行会计处理 好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